字幕 预 大家好,赢我KIL 和SNIKI 师傅 POE 3.14Ultimatum Lead 国际服 在4月17日正式上市 创了POE开季以来的记录 全民团线,打10分钟罚你15分钟停赛的开服灾难 同時師傅的直播再一次多得觀眾朋友們的愛戴 第一次突破了200人同時看我們被人罰停賽 衷心感激每一位有份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同時也很多謝每一位新加入公會或Discord的戰友們 游沖再說多一句,成夢初哀,喜出望外 師傅團隊必定會繼續努力,做好自己,謝謝你 上一條片提及過個人比較喜愛的 Oculus Vortex 悲術加漩渦托方流派 所以師傅3.14的托方流派都是選擇用了漩渦 已經完成了遊戲上所有內容,包括A9的Cyrus、Maven 以及險勝五王挑戰賽 今天終於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流派 希望可以幫到有興趣玩Vortex漩渦的朋友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進入地圖表演部分 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是法術回音配搭韓冰蛋的漩渦流派 文字部分也有提及到 大後期會使用Self-Car 手動施放的漩渦 以達至最高的輸出 所以這個版本就是 Low Life 憑血跑跑流的漩渦 Vortex 漩渦是一招即時施放的技能 20等級大約會有1秒的冷卻時間 每次發動就會在角色的腳底產生一個造成冰冷持續傷害的地板技能 因為我們有一定程度的爆炸效果 所以清徒上不需要太過在意施放的時間 直接把漩渦只要放在左鍵邊走邊放就可以了 簡單直接 值得一提的地方 就是漩渦是一個地板型技能 而地板型技能是不可以Stack 是不可以疊加的 所以就算有10個漩渦都好 只會計算最高傷害過一個漩渦 所以放得多就不及放得準 大家用的時候就要留意留意 而畫面上見到這個憑血版本 是用上大量傳奇裝備 好處就是方便去選購 缺點就是可能會因應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時間 那些傳奇裝備的價錢就會有所分別 頭部方面我們用上Rhymes Gaze 一個韓號的形式 除了提供大量冰冷傷害 以及冰冷持續傷害之外 我們會連上Cold Snap 雙部 在頭部那裏 就可以造成一個五連的雙部 提供我們在打王時候的輸出 Rhymes Gaze 的缺點就是 會減少50%的能量護盾回復速度 所以腰帶部分方面 我們會用上Baiter Breath形式 除了提供一定的能量護盾之外 還可以抵消50%的能量護盾回復速度 最重要是什麼呢 便宜 一兩才用到尾 真心抵玩 因為我們是憑血錶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用著 Shethalong Wrapping 和Prim's Guardian 憑血甲大CI 和元素的備護盾 解說部分會針對過渡裝備的講解 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得留意之後的解說部分 去到打王部分 亦是Vortex 最利害的地方 只要我們抱著王就沒有問題 順序做足所有動作 首先打出Cold Snap 雙部 以及寒雙爆Frost Bomb 放好電落印Storm Brand 觸發這個元素之上 其餘動作就是 左鍵一路跟著王玩捉迷藏 危險的時候 用Framedash 跑走避招 就算出多隻Guardian出來都沒有問題 做回回圈 Cold Snap Frost Bomb Storm Brand 跑跑跑跑跑跑 自自然就會凍死這隻王 輕鬆舒服 而今季祭壇部分 漩渦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因為基本上要做的就是非常簡單 不停兜圈就可以了 我們一路飲好藥水 一路圈跑 大部分問題都可以解決 因為呢 我們還有兩招File Skill 瓦爾技能 分別是瓦爾的雙部 以及瓦爾的紀律 大大增加了輸出和生存 而且在戒指方面 我們會用上一隻Mark of the Shaper 索者之刃 在擊殺敵人的時候 有機會召喚這個極凍天體 簡單來說就是Shaper的Vortex 就是有兩篤痰在地上 所以整個祭壇的圈圈 都是我們的痰 安全之餘又有傷害 好玩的 大家好 又到了解說部分 首先再一次感謝各位有份 參與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以及新加入我們Discord的網友戰友 由一年前我們的團隊只有四丁友開放 直到剛剛上星期 有幾十人和我們一起打遊戲 POE終於不再是單機遊戲 托方終於不再是獨自一人 大家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感激你們 謝謝各位 好了 今天我們的解說部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種就是比較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什麼時候由血轉去CI 再轉去lowlife 就是什麼時候由血量轉去二零肢體 再轉去lowlife 這個progress 以及天賦 就是這一點 應該中文叫做惡毒爐房的天賦 和秒回怎樣去選擇 就會分兩個部份去作為講解 鏡頭一轉 就去到第一個部份 就是怎樣由CI轉去lowlife 或者由血量轉去CI 再轉去lowlife 整個progress應該是怎樣做 血量轉去CI 這部份就不會特別去講解 因為我們只要儲夠錢買第一件六年 是關於CI ES能量活動的裝備 就可以由這些血量 慢慢 regret 回落一些相關的ES天賦 然後換上甲 你就會有相關的ES能量活動 我已經順回CI的天賦了 然後也有些差點的裝備 就是之前臭著用的裝備 就慢慢轉過去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手套只有一百二十二Energy Shield ES 然後鞋子就是傳奇173 在這個狀態之下 機器的能量護盾 只有四千就很少了 然後我們就拔出一個Discipline 基本上在沒有盾 沒有格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ES 用一些傳奇裝備 再加一些一百二十二能量護盾 其實已經可以撐到五千 當然你會給我低 因為我level會比你當時高 如果以現在這一刻的時價來計算 其實現在300ES的盾 其實只不過是30C 然後忠誠之夫 都是45C 加起來都是80C 就已經可以做到和我現在一樣的效果 就是八千ES 基本上八千ES 你是十分之夠打的 在這樣的起動 然後就換一件夾 換這些裝備上去 你已經去到 somehow 開回光環 你會有八千ES 然後再把所有裝備 換回到本身真正爆機的裝備 再點回這個出來 再點回這個 然後再開回相關的光環 其實你就已經玩到和影片上一樣的東西了 所以其實今天是跟大家講解 你怎樣可以用一些 這一類比較臭著用的裝備 這個可能十多C 這個在說漂亮的可能幾C到十C 這件剛剛說了 適合孔的45C 然後這一個是30C 那其實這一種裝備 就足夠令你去 減少到去轉這些裝備 所以在轉型方面 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這就是解說部分 第一個部分 去到第二部分 就是關於這個 Wicked War 和這個能量護盾的防禦機制 大家見到 我是沒有點到 關於能量護盾秒回的 我身上也沒有活力這一點 然後我們的昇華部分 也沒有點到這個回ES 這一招 那麼我們的防禦機 就是怎樣來的呢 主要就是圍繞著 Wicked War這招 這招 惡毒牢防 應該叫 其實它的意思配合 你來會是怎樣呢 我們正常被人 被怪咬的時候 我們的ES 會沒有了 是吧 但是因為我們點了這個 因為我們被人打擾的時候 不會被人打擾的關係 然後我們去到被人咬 好了 我走開一秒鐘回來 然後繼續被人咬 我那個ES 也要繼續上回去 直到四秒之後 沒有這個效果了 我走開一秒鐘回來 然後再被他打 我這個ES 也要繼續被人打擾 因為我們的被人打擾 不會因為傷害而被人打擾 我退後一點 再回來 recharge的時候 又有你四秒 又接近無敵 這個就跟秒回那個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你要推到秒回很高 你才可以有這個 長期的 長期的續航 但是Wicked War這招 就不需要 我只要定期一下 走開 然後繼續被人打 我都會上回去 那這樣說 就不夠 什麼的 就不夠 明顯的 我們關掉這一點 我先走出來 就算我再被人打擾 我都很快 就會被人打 我這一輩子 都不會回到 就算我現在再被人打擾 我再被人打擾 我都不會再被打擾 我都是不會再被打擾 我都是沒有了ES 因為我沒有任何秒回 然後被人打了 又是不會上回去 我們在這個時候 用一個極速的方法 先點回這一招 然後再被人打擾 然後再被人打擾 我飛一飛開 然後就會慢慢回到 我再衝過去 我都會繼續回到 因為相對上 比較安全 這一個就是 大家要怎樣去運用 Witherward的重點 在打王的時候 打Cyrus 打Maven 這些比較單打 一兩下 其實這一招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被人打一打 如果那一招不死 基本上我們摺下來的傷害 都可以用這個 recharge 去頂回 但如果是打一些 熱數比較高的 或者會有Dog 會有持續傷害 譬如有中毒 有著火 Burning 這些就不太好 大致上 今天的講解到此為止 我們講了CI 我們講了怎樣 用ES去頂住這些裝備 頂住這些攻擊 然後就到評分部分 今天的解說部分 就到此為止 好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長程的文字寶原 會提供天賦 製品 技能連結 以及裝備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在我Blog上提到相關資料 到評分部分 由於5分 又要0.5分 懶是細緻 所以以後 還是改回0至10分 除了綜合評分之外 就不會再出現少數點 方便計算 Oculus Vortex 悲術家 船窩 評分就如下 輸出方面 會有7分 船窩的天花版 輸出 其實是可以10分之高 因為師傅不夠錢 的關係 只能夠做好影片效果 一般般 如果等級 以及資源足夠的話 船窩的持續傷害 絕對可以和一線技能比美 不過在正常投資下 也只是有正常水準 所以7分是很合理的 生存方面 都是7分 剛剛所說的 惡毒盧防 護盾 充能部分 在打某些王的時候 可以發揮出 非一般的流派防禦效果 可惜因為 憑血甲和護盾 都是屬於綁定的關係 ES的上限 是有一定的限制 在總ES 只有8K的情況下 要暴斃 也是會暴斃的 OK 然後打五王挑戰賽 那類攻擊 比較頻繁 密集的情況 這個ES 也是有點低 而且 recharge 比較困難 所以就有了 有不了 7元 速度方面 很老實 都是6分 速度方面一般 因為是山步流的關係 其實打圖節奏比較快 可惜打大範圍的地圖 顯得比較小 如果打阿韜、崩海、山幽 那類地圖 山步流是不錯的 但是打大範圍就弱了 所以扣少少分數 造價就是這個標的重點 我覺得是有8分 彈性的造價 絕對是漩渦的賣點 你在什麼裝都未有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血量去打上黃圖 有少少裝備 有少少資源 之後可以換CI打到紅圖 夠錢能夠買到大CI 憑血甲 就可以通關爆機 一部一部換裝的彈性 才是漩渦流派的賣點 可惜的是 大CI真的有點貴 所以只能夠拿到8分 所以綜合評分 就是7分 極優秀的托方流派 托方人士可以在毫無資源情況下 起動去玩托方流派 一部一部換酒裝備 慢慢轉型 去到最終貧血高傷的形態 同時漩渦的打法 可以令新手朋友們 更加容易學習打黃的節奏 因為大部份的時間 要做事都是被招 用漩渦作為起點 去了解飄移這個遊戲 可以學到很多遊戲上的知識 上次打黃的竅門 下次裝備的選擇 都可以在漩渦流派上 慢慢學習到 五一句說完 學方盜爆機 漩渦幫到你 好了 今次影片就到此為止 再一次油沖感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如果覺得小弟何師傅的影片 有幫到你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 page 以及Twitch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再見